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有这么一座海上之城 有24层楼高 2125间客房 可载乘客5246人 总吨位13.55万吨 在超过4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 配置了多个餐厅、剧院、水上乐园、健身房 篮球场等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设施 还有海上最大的免税店 可以看话剧享有5G信号覆盖 这就是我们的国产邮轮艾达摩都号 艾达摩都号的名字既体现了上海制造的身份 又凸显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在产品设计、艺术设计、体验设计上的完美追求 我们的国产大邮轮计划于6月1日完成注水起伏 预计将于6月6日正式出雾 力争于今年年底交付 出雾的第一步是要向船屋内饮水 通过浮力使邮轮离开地面 之后通过牵引绳将邮轮从船屋现有位置上 移动到靠近码头的一侧 整个起伏大约需要6至8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工作人员要进行多轮的安全检查 对于邮轮来说 具备出雾的条件 也就意味着船上的主要核心设备和管路基本安装完毕 船体性能检测基本结束了 在邮轮完成起伏之后 还要在船屋内进行倾斜试验 舱门冲水试验和救生艇脱钩巡游这三项试验 为后续的试航做准备 在所有的试验结束以后 我们的国产大邮轮预计在6月6日开雾门 正是一道西庄码头进行西庄细薄试验 一艘大型邮轮就好比是一座海上的移动城市 邮轮在大海航行要经受风浪考验 要自己解决供水供电排污等基本问题 在有限空间实现如此繁杂的功能 难度可想而知 它的技术含量高 设计和建造难度极大 堪比航母 因此大型邮轮和航母 以及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样 都被誉为造船工业 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装备建造能力 和综合科技水平 作为目前全球最复杂的单体积电产品 这艘大型邮轮的零部件数量 多达2500万个 相当于大飞机C919的5倍 复兴号高铁的13倍 线缆超过4300公里 约等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 在邮轮建造过程中 不仅线缆布置复杂 重量也是个极为敏感的因素 首艘国产邮轮船身自重约6.5万吨 自重每增加一吨 意味着登船物资或人数就要减少 为了从源头控制重量 它大量使用了4毫米到8毫米的薄型钢板 除了造船技术 还要涉及酒店工程 娱乐系统等数十种不同的专业 并且还需要一个拥有极强的装备制造能力 以及拥有极高的整体科技水平的国家 也就是说 没有足够的技术 是不可能建造出这么大的邮轮的 一艘邮轮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不低的 现在旅游的人非常多 选择邮轮出行的人也很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有钱人 他们在沿途肯定是要消费的 而且还不低 因此就会推动相关的产业链 并且还是以1比14的比例来获利 以往这种技术却都掌握在欧洲手里 欧洲四大造船厂牢牢占据了大型邮轮95%以上的市场份额 他们分别是法国大西洋船厂 意大利的芬坎蒂尼集团 芬兰的阿克尔集团和德国的迈尔船厂 其中芬坎蒂尼一家就占到50%以上 美日韩都曾斥巨资压住这项技术 结果都是惨败收场 强如三菱也搞不定大型邮轮 并且还接二连三的发生火灾 其实这和大型邮轮的复杂性有关系 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的经验 甚至连一些核心技术都要依赖于国外 我们没有像韩国一样去收购欧洲船厂 也没有像日本人一样盲目选择单干 而是与意大利的芬坎蒂尼集团成立合资公司 两者分别持股60%和40% 然后通过这家公司作为中间商 从他们那儿买到了威斯坦型邮轮的技术许可 获得了设计图纸 而且还与芬坎蒂尼集团达成了咨询业务合作 从而获得了这家百年船厂最宝贵的财富 在建造首艘游轮时 我们没有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大改 而是把重点放在熟悉整个建造流程 目的是放在建立自己的建造体系上 比如在设计上 我们学习引进49份工艺文件 然后将它们整理成57份总体工艺建造方案 47份工艺图纸 形成国产邮轮的整套设计流程 然后在供应商上 我们没有盲目采用国产设备和配件 首艘的邮轮上 共有供应商总数约为500家左右 其中国内供应链占比约为30%左右 而在内部装修餐饮水电等工程上 中国国内团队其实也非常出色 但是中传并没有摒弃国外团队 而是将100多个的工程总包 分出60%给国际团队 通过双方合作 我们熟悉了整个设备和装饰流程 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还有让三菱重工屡次栽跟头的安全性上 我们更是没有擅自更改 而是按照国际要求和分砍地尼集团的建造标准进行施工 最终我们仅仅用了三年就完成了设计和建造技术消化 2022年8月首艘国产邮轮还没建完 我们就正式开始建造第二艘大型邮轮 而这次让世界造船的前辈们体验到什么叫中国的学习速度 第二艘邮轮相比首艘邮轮更大 长度上大了17米 客房总数多了19间 总吨位也重了0.67万吨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但是在设计上 我们提前半年就完成了 为了应对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 在第二艘邮轮上 我们还增加了两套拖流塔和选择性催化还原SCR系统 让邮轮的污染物排放更低 从这些改动不难看出 我们已经逐渐消化并吸收了引进的邮轮技术 有了自己的设计和建造理念 在施工上 与日本三菱重工的英雄守旧不同 我们选择了大胆创新 在施工阶段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 外高桥船厂专门设计了143项游轮专用的新工装 包括保板翻身装置等非常有针对性的设备 对于容易变形的保板结构 我们专门搭建了专用的保板智能生产车间 采用最新的激光切割 激光焊接技术进行加工 最大程度减少变形的发生 而且 外高桥船厂还在游轮建造中 引入了最新的分段施工 预西装等技术 在船屋外 就完成了部分舱式的西装工作 再调到船体上安装 这样一来 就可以大大减少在狭小空间中的施工作业 提高了效率 除此之外 国际游轮公司为了满足中国旅客的需求 允许在房间内摆着景德镇的瓷器 香河家具等中式的装修风格 与日本相比 我们的市场优势也在帮助我们 我们的国产大邮轮的设计非常中国 是为中国市场特点和游客偏好 量身打造的国产大型邮轮 到2035年 我国邮轮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市场之一 邮轮旅客年运输量预计达到1400万人次 届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可能达到5500亿元左右 在今年底交付后 爱达摩都号开启以上海为母港的国际航线 直航东北亚东南亚航线 还计划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等中长航线 打造长中短相结合的多样旅行选择 就算是时间相对紧张的上班族 也能在有限的假期享受邮轮风情 根据外高桥造船厂的计划 2025年时 国产邮轮配套本土化率将达到一半 到2030年 国产邮轮本土化率目标将达到80%以上 到那时 中国就能基本已经掌握大型邮轮的全部技术和产业链 国产邮轮也将下饺子式的诞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